马来西亚人很容易骗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人都是很真诚真实的 其实爱情包裹不只是女性 男性也有 只是可能有一些男性 他们不好意思 讲出来 他就给他看他的手被砍到 脚被砍到 他讲车祸我 车祸哪里是被砍到的呢 所以我都想 你这种东西你应该明白的吗 那其实警方是怎么样处理 就是如果真的有scamer 尽了我的营啊 我给我拿掉我的钱 到底那个程序是怎样的 人生是一场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 我是欣怡 在刚过去的 《群山盖文情懂得书》里面呢 我就做了一段故事 其实是关于诈骗的 有提到我妈妈的情况 也有提到一些国际的新闻 那表演是一部分 其实我真的是挺care 关于诈骗这个情况 因为真的是每天都在报章上面看到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 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现在诈骗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去防止更多的诈骗发生 特别是如果你是关心你家的长辈的话 就像我在读读书里面讲 就是我也很关心我妈遇到的那次诈骗 特别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集的内容 可以share给你的长辈 还是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邀请今天的这位嘉宾出场 我要慎重地提出他的这个title 我们有请Pukit Aman商业罪案调查局策略规划主任 助理总监赖利清警官 本来 本来你的这个title非常的厉害 就好像我们在那个TVB的戏里面 听到的那个商业罪案调查法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做什么呢 你的职位 其实呢 我的职位讲起来是蛮简单的 在这里呢 我其实我是做行政部 行政部就包括调动人啊 升职啊 还有training啊 还有那些行政的所需事情 除此之外呢 我也管理了那些logistic啊 那些budget啊 都是按照我的管辖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也是独插 就是管理这些 我们anti-scam的所有的program 我都要做策划 所以最近出的那首主题曲 我们成为受害者 所以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思考 在思索 到底要怎样呢 所以什么的方法 我们都一定要 尽量的采取行动 来尽量就是减少受害者 在此之外呢 我们就有做了很多的这个讲座会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下去 就是见大众 就是包括我们的新的一个program 我们也是叫做Sengmang三代 就是如果有哪一个集团 或者是哪一个company 他们如果他们需要 跟我们警方想了解一下 什么关于这是anti-scam的事情 他可以跟我们介绍 他只要凑一个人数 多少少都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就是轻轻爽爽的讨论 到底anti-scam是什么 然后就 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有做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 我们就叫Sengmang三代 三代就是一个很casual的 一个分享会 我们也有做这样子 但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是还有在想的 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可以使大家能够记住 要怎样提高警惕 到深入他们的脑海里 就是一接到电话 就要提醒他们 可能这个是scammer 那么我们就想唱歌 很棒 就是come out一首歌 会使大家 大家每次会想说 那个歌的选利 自然而然他会提醒他的 这个提高他的这个警惕 关于scammer 对因为就Whose Call 跟PDM就合作了一首歌曲 其实就是Be Smart Stay Alert 其实Whose Call 还有跟WWC一起啦 OK 那就有很多的艺人朋友 都参与在这个主题曲当中 就是挺不错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听这首歌 或者是把这首歌 share给你关心的人的话 我们在这视频下方 会有链接 大家可以点来听 那今天我们讲到 特别就是关于诈骗 那其实马来西亚诈骗 我们几乎每一天 在报上上都有看到 那请教一下Bone Line 到底现在我们说 线上诈骗可以分多少种 在我们的这个商业罪犯 我们是有18种 只是我们讲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其中的一个就是 我们叫Markown Scam Markown Scam就是我们大家 应该时常都有接到 差不多每一个人 我可以说差不多 每一个人都有接听到的 包括我自己 所以就好像我们一拿起电话 就有一个recording Wise Recording 他就会跟讲 好像都有法庭 不同的单位打给你 那个Income Tax Department 或者是某某的这个银行 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说你一定是 还有一笔钱没有还 或者是就是有involved 这个我们叫money laundering 就吸黑钱的事情 然后他会把那个电话 从这里又传去给警方跟你 直接在线上跟你讲话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他们这个诈骗集团搞出来的 我们警察不会把一个电话传去 从一个departement又传去 另外一个gummet agency 然后又在线上讲话 那完全没有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有这样子的 经历的时候 马上就要醒结起来 不是这样子的 我一定要马上打电话 去问看警方 就一定要把那个call 要直接就是放下电话 然后直接要马上询问 或者是告诉家人 很多人他们就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会忘记 他们就会panic 他们就会马上 听起这个片子的指示 叫他做什么 开一个覆口 把钱全部投进去那覆口 什么他们就照做了 如果他是真的呢 你放下电话 他还会再打回来给你 还是什么 但是至少你在那一个时间 你快快就去问人 他们一定是会叫你 你不准告诉人一个人 所以大家要很有这种的 这个意识 还有警惕 我觉得可能是 比如说我的家人 老人家 他们听到好像是 官方组织打来 然后他们的马来文不好 英文不好 他们听到这种语言的时候 他们就很紧张 他们觉得就 是不是你没有给这个钱 还是没有给那么的钱 然后再很快的 然后他们心情就是不想要麻烦孩子 他们自己会做 就statterment这样子 结果就中片了 其实我们有叫这个 优大 优优独播 有帮我们做了一个research 发现到的就是 其实他讲 马来西亚人很容易骗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人都是很真诚真实的 尤其是官方答来的 他们都是会很相信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大家要提高那个 形态的意识 知道我要考虑一下 这个到底是 是诈骗者呢 还是是真的是官方 但是如果是真的官方的话 如果你觉得好像他的 他讲的话是好像有点 是不对劲了的话 那么你就马上要放下电话 不要再跟他沟通 那刚才是以下有问方 那一个算是八卦的问题 为什么这种叫 马靠 scam 跟关马靠什么事 那个就是说 那个是之前 之前是讲 曾经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第一个case发现的时候 就刚好是跟这个 马靠的这个 有关系 这个马靠 scam 是其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有的 就是loan scam loan scam呢 就是借钱 借钱的 也是有的人 他们就是因为 看生意嘛 所以周转不来 所以在周转不来的时候 他们有的就自己 上网去找咯 我要借钱 因为要去银行借钱 又熟悉太多了 很多东西 他们就觉得又麻烦 又要等这样久 所以要快钱的时候 他们就是去上网去找咯 如果有哪一个 就是每次我们讲的 too good to be true的东西 因为他这个 如果你要借钱 他是很快的approval 就是很快就批准 还有呢 他就是 就算是黑名单的人 你可以借钱 去哪里找呢 所以就是中国主义true 所以在箱子的下面 这些人就是 又很快马上给你approval 但是呢 在这个借钱的 这个scan方面呢 很多是呢 就是往往他要借 就这里我们讲了 他要借5万块 但是往往他已经 给了很多手续费啦 还有很多 啦啦啦啦啦的费用啦 已经超过5万块了 他还没有拿到 他要借的那一笔钱 这个就是叫做loan scam 我刚刚就想问你 就是loan不是应该 他给我钱 好像是我骗他钱 多过他骗我钱 所以他是骗你手续费 他有很多手续费 你要还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除此之外 我们又有那个投资诈骗 投资诈骗呢 他们就是会叫你讲 在网上的位 你也是可以去投资 有的他又有分package啦 你放越多钱 你的回收越高 对 所以在这里呢 有的人就起先try了 小的package 就我收到钱了 就我更放心了 就越放越大笔 到他大笔的时候 他真的看到 他会给你一个复口 或者是whatsapp group 你真的会看到 哇我的钱 真的是尽量 我赚了很多钱 到时候你要拿回那笔钱 或者你的principle的 那一笔钱的时候 你也是要收过很多的 你要还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 很多的processing fees 然后你还是拿不出那个钱 不然你要打电话 一天整个那个网站没有了 你要打电话 那个人也打不通了 这个就是投资的 然后还有就是有job scam 有的是我们一收到SMS 就去问你要做part-time job 然后在part-time job 他就讲很容易赚钱 一天就可以做500到1000块之内 就是part-time job 而且easy task 就是给你 先给你simple tasking 三个simple tasking 叫你去可能 他会卖给你一些东西 叫你再卖出去 所以从第一次 有人告诉我 是第一次他卖了三样东西 他赚了6块钱 是有啊 赚了6块钱 然后在第二次 他就拿另外一个package 比较 他也是有啊 几十块 慢慢几百块 他就有信心了 那从时候这些job scam 他们也是会放 他们在一个whatsapp group 在whatsapp group里面 可以讲90%都是 他们scam的 他们你就在那边 就放图片了 我又赚到了多少钱 多少钱 几多钱 在一天之内 所以很刺激 如果那个人 他刺激 你看你钱不能 这样容易赚钱 对对对 所以他就会 就更卖力地卖了 因为他的东西 越卖越贵了 你就是变成 给他们的 就这样子 骗着去卖了 有的时候 你要买他东西 你得要给一笔钱的 不是这样 这个也是讲 是job scan 就是讲 你也要把自己 拿你的钱 出来买他们东西 在哪去卖 明白 这个是其中的 一种的 还有爱情包裹 对爱情包裹 就要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其实就是 我们也是 很奇怪的 就是为什么 还是这样多人 还是都是 一直会为 为爱 混了头脑呢 还有一样 就是我觉得 应该要提醒的 其实爱情包裹 不只是女性 男性也有 可能 男性也有 只是可能 有一些男性 他们不好意思 讲出来 所以其实是有的 男男女女都有 而且去现 你真是会甜蜜 感觉到很甜蜜 很幸福的 然后到 比如那个受害者 是你的 他一定男男方 就是会讲 他想要为了 正式爱情的 这个真谛 他就要送礼物 送贵重礼物 什么这些 引起了 放心了 过后 他就会开始来 做生意失败 我车祸受伤 或者父母亲生病 需要一笔钱 我一下子 我的钱又周转不灵 什么 之后 他就要开始讲钱 没有新的剧情 就是大同小 一都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通常 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往往那些 女人一旦爱上了的话 心软 就是觉得 是应该分担的 所以就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就是用这个女人的弱点 所以他们就从中就骗起 他们都是在社交媒体 他们会遇到这些人 我是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就算是不试索 你不可以在网上认识 这些朋友 什么 但是在你还没有身交之前 你一定要清醒一点 然后你可以做testing的 其实做testing是蛮容易的 怎样test呢 就是你就是要问他们 OK 他告诉你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话 那么OK 证据呢 我要看证据 要跟他讨证据 那好通常 往往这些人 他跟他们 在网上沟通的时候 他们不会给他们的真脸 出现的 他们都是不会把他们的 真正的脸 放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有时候 要拍 我曾经遇过的有一个 有一个爱情片子的 他骗那个女生 他受伤 所以我就 哦 他拍上片了吗 他说有 他就给他看 他的手被砍到 脚被砍到 他讲车祸我 车祸哪里是被砍到的呢 所以我 我都想 你这种东西 你应该明白的吗 但是他就是看这样子 他就讲 哦 他被车祸 车祸的受伤 的情况不同吗 就我们 只要我们自己 可以用我们的 Logic的thinking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是在讲偏话了吗 但是真的是从外了 他就讲 还不要紧 那个刚好这个女的 你不会马来文 所以这个男的 就讲他车祸了 进去医院 要一笔费用 那么他讲 他有告诉你 他住哪一间医院吗 他讲有 我讲 OK你给我看 因为他会不会 他讲解马来文 我讲 好了你给我看 一个男的 进医院车祸 但是他那个医院 是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 这样没有诚意的 那个变成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 如果是我们 在网上的话 就是这些 就是他的小破绽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 除此之外 我们就讲 OK啦 正确 我要看你的正面 我要看你的IC 拍一下 如果你有诚意 我要看你的IC 还有呢 我要跟你 直接的这个什么 video call 一定要这样子 video call 还有没有的话 我要你的 selfie的相片 你不用给我其他的 你不用去找 你马上selfie 我现在要看 你在office 你的office是怎样的 你提出这些吧 其实他们根本就 退路了 因为他根本做不到 因为他拿的是 别人的相片 如果他给你的 那个相片 是一个俊男 但是如果你跟他讨 你要VP拿 你可以 可以就看到的 可能是一个黑人的命恐 然后他真正的送过来 他的selfie 因为多数这个 inwater love scam的 都是Nigerian的人 多数啦 之前我们警察 收到的case 后面一定都是这样子 所以本来我们看 就是人性的贪婪 如果说比较像是 投资scan还是怎样 就是贪钱 然后你说爱情 就是 somehow就是盲目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新闻 看到这些情况 你觉得为什么 马来西亚人 还是会持续中招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 马来西亚人 没有行结了 他们太真诚 真是他们 不会去想到 这个人啊 有没有什么 坏的企图 他们马上就相信 还有就是没有行结 有的时候 报章已经出了 讲这个人被骗 某某人被骗 或者是我们警方 曾有过的case 他被骗 他讲他两天前 他才去听 我们警方的这个 TALK 我们问他 为什么呢 你都听了 你应该懂吗 问题的就是要说 其实我在那时候 我要打瞌睡 我没有听到 很老实 大家都 我这样子啊 不过 本来我必须跟你讲一个 就是我私人的经验 我有一个之前 一个前同事 他自己本身 也很懂IT的 他自己也是前两天 才跟我们公司同事说 你们看到这种link啊 千万不要click 前两天 结果过两天 他自己又click进去 然后他就中了一个 somehow就没 被拿了钱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人的那一下 没有focus到 对 可能你说 awareness当然很重要 大家可以的话 把这个影片 share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可是那时候不清醒 也是很难 还有其他的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scam 现在的种类 就是这几个 比较重要的 包括现在的 另外一个 我们也是叫做linkscam 或者是我们叫apkscam so apkscam 其实就像我们知道的app是app嘛 app呢 它是我们知道 它的source of creator 它是谁做这个app 我们都要调查 我们马上查得到 但是apk呢 我们不懂是谁 create这一个app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很喜欢 这诈骗集团 他们就会用这个link 有时候我们实际上 听到嘛 有人他被骗 就是他要买东西啊 或者是他要申请 那个make啊 工人啊 就是因为有一个link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他那个link啊 你click进去了 就是你其实好像买东西 就写你要order什么东西 然后有那个 make的也是你要写 你要怎样的条件的make 然后过后就是要给钱的时候 在next next next 要给钱的时候 他就会出那个bank的 那个你要click 你要用哪一个bank 还钱什么 通常这个bank的account 你要click进去啊 他就会出那个interface 跟原来original的bank 一模一样 interface一模一样 但是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啊 他们只是你进username 过后通常 真正的这个bank的interface 你click放了username 他一定会出security picture 这个他不会出security picture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也心急 有的人就 哎呀 就直接放你username了 就直接放password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中招 因为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就给对方拿去了 拿掉了 因为你download这个link 他们有send那个mallware 他们就已经 其实就是allow 他们access你的sms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为什么 我们会往往听到 有些人讲 我都没有 什么收到这个tag number啊 什么 为什么我的钱 也是会不见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你这就收入了 schammer他们已经 可以read你的sms跟delete 他们read 他们马上delete 所以你根本完全没有察觉到 你的钱已经 在这个什么 已经转出去了 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在 这样子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就是从这样 往往啊 还要你放进了 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还有一样的共同点 就是一定是page error 你已经进不到的 然后呢 这个进不了 又再放另外一个付口 所以有三个付口 放进三个付口的钱 全部都会给他们转出去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明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之前那位同事 就是他中途 有来得及 截住那个钱 那其实警方 是怎么样处理 就是哦 如果真的有schammer 进了我的营 如果我拿掉我的钱 到底那个程序 是怎样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National Scam Response Center OK National Scam Response Center In short 就叫NSRC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好像我们讲的 control center 它里面有警方 它有bank officers 跟不同不同的bank 跟这个bank negara 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也是跟这个MCMC 还有NFCC一起配合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要求大家 就是如果有哪一位 他认为他被scham了 immediately within 24 hours 越快越好 就是打电话 去给997 这个National Scam Response Center 的hotline 997 然后在那边呢 我们就是会有 我们的警方 跟这个bank officer 在那边 然后会拿需要的资料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schammer的 这个detail 然后他的电话号码 然后时间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transaction 你的bank transaction 你发现到你的权 从哪一个bank account 去了什么bank account 然后马上就是给我们 然后我们一收到了 这个信息了 我们就会马上 跟bank的garitory配合 然后我们会尽快的 砍断它 我们就是东接 所有的银行 我们就会follow through 去每一个付口 转到去哪里 我们就follow through 马上去东接 所以schammer在这情况下呢 他们可以成功的 骗到某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们拿不到钱 大家要记得啊 你虽然是做了 这样子的打久久去了 我们可以马上 东接你的银行付口 就是schammer 他转不到你的钱 因为最重要 我们不要给他 拿现金出去 拿现金出去 我们警方就很难去 追踪那一笔 现金跑哪里去 所以他要在银行付口 跑来跑去的话 我们还可以 可以track得到 所以我之前听说 debit cut是比较容易骗 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 只要是线上就可以了 只要线上的 我们就要马上追踪了 还有呢 我觉得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如果你打了997 不是讲 就那么这样子 你就在家等银行 把供手 把你的那笔 被骗出来 没有啊 你也要做一点工 你要跟警方配合 你一定要去 这个 巴赖都会做 police report 因为我们要把那笔钱 还回你的话也好 我们需要有court order 我们需要有investigation paper 就是我们要调查整个case 我们要知道 到底那个钱是真的属于你的吗 因为某某的付口 他可能在那一天 他可以进了 还有其他的 这个被骗来的钱的 一大堆钱 你是转进那一个同一个付口 所以我们要确认 这个这里进这付口的10千块 是你的 另外的5千块 可能又是某某人的 另外的又是别人的 很复杂 是会很复杂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 这个骗子 他们会需要 很多的这样子的付口 如果我那时候觉得 我怀疑自己受骗 我当下是不是可以 怎样collect那些proof的 比如说一些screen cap 很重要的 如果好像如果是一个人 他就是他跟这个骗子 有交涉 有时候drew whatsapp什么 都知道自己被骗的时候 不要马上把 好像也觉得很恐慌 很怕的 就把全部的这些 记录就delete掉 绝对不要 一定要保存起来 因为那个就是 可以帮到我们警察 调查方面的 有一些人他就紧张了 就全部delete 又去block那个人 不需要block 给他继续send message来 然后还在调他一下 有些人他紧张了 他知道我受骗了 他就不要踩那个人 我不要看到他的消息 但是不是 我们得要 还是要追踪 我们还是要跟他 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玩下去了 来调他出来 引他出来 当然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科技 都可以帮助大家 就是在anti-scam的部分 比如说大家可以 install who's call 我自己就觉得非常有用 因为他在那个scammer 或者是想要犯罪人 打给你的时候 你的手机就有那个indicator 说这个可能就是 来诈骗你的人 这样子你就直接不接 而且真的要提一下 因为who's call 是警方的防诈策略伙伴 所以其实里面 资料库里面 有很多的号码 都是警方提供的 所以那个精准度会非常的高 我相信如果你家里有我 像我一样 有没有很担心自己妈妈 还是长辈会中交的话 真的要帮他们install一个 去保护他们的安全 其实刚才Bunai有提到说 骗子需要很多不同的户口 去骗钱 那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 他们真实的身份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驴子账户是吗 这种叫 驴子户口 所以我们马来文 我们就叫做Samart Mill 有哪一个骗子 会要用自己真正的户口 来转账 如果他们用他们自己 真正户口 马上我们警方就可以知道 很快就可以抓到他 所以在这里 为了他们自己 个人安全起见 他们会跟很多人买户口 所以买很多很多的户口 他们真的是愿意出钱 有的五百啦 幸运的就可能一千块啦 或者更高 或者有的是租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他们就可以用别人的户口 来转账这些骗来的钱 在这里呢 我是想呼吁大家 其实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守好我们自己的户口 我们不借也不租 或者也不卖给这些 欺骗集团的骗子呢 那么我们哪里会有 这个被欺骗的案件发生呢 因为他们完全都没有户口 来转账嘛 但是为什么 还是有这样多的人 愿意卖他们的户口呢 这一种的罪行 是要讲是 应该是随着来的话呢 是吗 可能就是 大家不知道 那个后果有几严重 他不知道他拿 那个后果来做什么 可能他有一个 很好的理由给他这样子 事实上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的 有一些人呢 他们是为了得到快钱 尤其是有一些学生 可能也是无知 也不懂得他的后果是怎样 所以他们就讲 哎呀 我很简单嘛 我只是开一个户口 然后可以拿五百一千块 喂 怎么不可以呢 所以是学生 也有学生中招 不只是这些呢 有一些呢 是他们是在生活在穷苦 或者贫困的情况下 有一些是 可能他们是隐君子 他们要快钱 他们很需要钱 他们就不顾 其他的这些顾利了 他们就是 只要他们拿到钱 所以他们就不去管 他的后果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的 其实如果是 你被我们警察 抓到 你是帮凶 然后在这里 你卖你的户口给人 这些诈骗集团的人用 那么你是算帮凶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帮凶 他的惩罚 就是跟那个严凶 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会抓牢 也是会被罚款的 还有呢 如果你的户口 是进一个人的 这个那些账钱 那如果你里面有 二十个 三十个 一百个 那么你就要被控一百次 所以不是开玩笑的 那其实我跟Bunai聊 私以下来聊 就讲说 这么久了 这些新闻也不再新鲜 然后Bunai一直都是 你知道扮演那个 不厌其烦 去教育大家的工作 其实你会不会 有时候也会很 fustrated 就是 讲了几多次了 他车祸为什么 去hospital 你会有这种 不厌其烦 我就觉得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还有讲 怎样都好 就是 有的时候 人家讲 就是pation 我们的耐力 会有限量的 只是 我们只是在 就是在猜想的 那么是可能 我们还做得不够好 所以还是 这样多人中招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 也要想出很多 奇奇怪怪的方法 就包括你看警方都唱歌了 唱intiscan的歌 对不起好听 唱到好听 OK的 还有呢 我们接下来可能 我们都是在考虑 我们要做电影了 不是 接下来的 我们的打算 就是我们可以做 短的电影开始 是很辛苦 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感觉上 不过 听说有逐渐好转了 就是经过很多方面的 这个教育了之后 所以辛苦帮来 还有其他的单位 一起来合作 当然也希望大家 尽自己的本分 就是自己 像刚才帮来讲的 不要把户口给人家 如果可以 有Andy Scam的意识更高 跟你的身边朋友分享 如果可以的话 install Who's Call 那你自己也可以 减少被诈骗的可能性 对啊 那也很好 其实我们都最近 1月4号才跟 这个做了一个launching 我们跟 Who's Call的合作 所以跟Who's Call的合作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的 effort 就是来怎样 提防大家受骗 因为我已经去讲 有时候讲课的时候 可能讲的不够好听 人家打课 所以说 是怪我们做的不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其他的方法 来敲醒大家的 警觉意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跟 Who's Call 可以好好的配合 就是有很多类似像 Who's Call 这样子的 Caller ID Caller ID的这些 辨别的 但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会觉得 跟Who's Call 做的安心一点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 人家的awareness 大家的awareness 尤其是younger generation 他们很喜欢自己的privacy 不要给人家intro 或者侵略 所以在这样子呢 Who's Call就有 这个ISO compliant 所以我们就觉得 是这样子的 很适合 很适合 跟Who's Call 这样子的配合 基本上就是可能 其他的ID App 会截取你的资料 可是Who's Call 是不会的 他只会读取你的资料 所以就像刚才 般来讲的 就是你们觉得很舒服 跟Who's Call 合作这样子 好 那我们希望 尽我们的能力 好好地去 我也有一点点能力 一点点 去跟大家分享 其实每一个人 都给了一点点的能力 那个一点点的能力 就是成为一个 很大的动力 来使大家的 这个什么 我们能够防范 这个骗子 诈骗案件 对对对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做的 就是把这个资讯 分享出去啦 我们今天谢谢本来 谢谢 这样快就完了 我们可以聊多两个钟 可以 不是 我要叫那个老人家的 还没有 来继续 老人家 还要叫那年轻人的 还没有讲到 你可以讲 你讲老人家 什么 OK 除此之外 我也是想提醒的 就是 其实有很多年轻小活子 或者是年轻少女 就是 他们都是在大概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有的就是因为才开始 读完书 拿了他们的这个文件 但是他们就 不懂得要找工作 可能暂时又还没有 这样快得到工作 所以最容易的呢 他们有的其实 他们就是被 召引去 做这个 进入诈骗集团 做他们的 翻来呢 也有的 然后多数呢 如果我们警方的 数据 我们就是注意到的 多数被 他们那些 被我们警方抓到的 都是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内的 青年 少男少女 所以在这里呢 我是希望啦 就是这些 年轻人 你们如果要加入 什么 要考虑工作都好 其实应该要 真正的 很小心的选择 到底你要进的是 哪一个行业 就算是做 part-time 都好 如果他的 可以做part-time 他们那些 他们有的是part-time 有的是full-time 都是他们 有的是他们 自己知道 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 他们都愿意去做 因为他们 有得到 很好的reward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是希望大家 要提高警力 因为如果被抓的话 大好前途 就是没有了的 因为你有一个 bad records 在我们的警方里面 你要出去再生召 或者是要去外国 他要一个 certificate of good collector 那么你根本就没有 certificate of good collector 可以讲啦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希望啦 同时候家长 也好多注意啦 如果有孩子 在这个年龄的 要真的要注意一下 他们参与的是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的嘛 知道我自己的孩子 去做了诈骗的 call center 其实啊 这种线索呢 就是啊 有的时候 他们年轻人嘛 所以现在呢 他们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做什么都好 他们是跟朋友讲 他们没有跟家人讲 跟家人讲 所以其实我知道的 有一些他们呢 真的是去做这一行 但是他们是 骗家人讲 哦我找到工了 我在外地做工 但是家人完全不知道 他做的是什么工 是有的 是有的 是真的 所以只能靠家长 花多一点时间 去了解他们 就是要了解 要沟通 还有就是要提醒 也给孩子警惕咯 要给孩子知道 如果他们是 加入了成为 这欺骗集团的 一分子的话 他们的后果 他们的将来 他是怎样的 要给他们有这个 什么 意识的认识 所以可能这样子 他们孩子才会 比较懂得 他们要照顾好自己 而且我们看新闻说 比如说缅甸 还是柬埔寨的 那个国家的情况 就是会被打 是啊 然后会被虐待 对啊 其实就算是 像洗缅甸的 他们那些 他们在他们 还没有过去之前 其实他们 好多了 都已经知道 他们其实去那边 是去做诈骗 做诈骗的 这个 不是我们像看新闻 觉得这么无辜的 很多都是懂的 没有 他们懂的 照我们警方的 为我们知道的是这样子 有好一些 可能有一些 是真的是无辜 但是多数他们懂 他们应该去 做什么工了的 所以这真的是 更长远 大家要去 怎么讲 manage的一个 crisis 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家里 还有那些 阿公阿嬷 尤其还是乡村的 未来的阿公阿嬷 他们就是 有朋友 疫情 得空 90时候 就喜欢坐下来 聊天什么 那个是很好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 诈骗集团 也是当他们 是他们的 target之一 就是target他们 做什么呢 就是target他们 来欺骗这些 阿公阿嬷 去做 去开这个 开一个公司的 户口 然后叫 用阿公阿嬷的名字 开户口 然后讲 我每个月 给你几百块 你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把整个这个银行 整个他们的 银行户口开了 全部都交给 这些诈骗集团的人 来享用 就是他们 就是拿来 他们可以就是拿来 当作 刚才我们讲的 离取户口 就是转账 但是这些阿公阿嬷 是真的是很无知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这样子做 其实会惹来 不必要的 大麻烦 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些阿公阿嬷 有时候呢 如果是家人 也要提醒他们 不要乱乱去 跟人家 开公司 开户口 他讲 什么reward 就阿公阿嬷 会给他什么 什么reward吗 可能每个月 我给五百块 就够了嘛 但是可能他们 骗来的钱是很多 几million 几million 一个月给你五百块 他们是很活的 甚至 其实是他们这边 他们真的 他们可以 很短的时间 就是可以骗很多 million million 一个月 几十million 就是这样 那么给五百块 是很小 三四个人 才两千块 对他们来讲 是小事情 所以源自于 整个家庭的关注 无论是小朋友 到老人家 就是如果我们 家人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那就更难去 纠正这样子的 一些诈骗 所以走到最后 还是要更多的关心 跟把这个资讯 分享给你 心爱的人 这样子 是啊 方来还有补充吗 我的补充 就是 大家有得空的时候 多多听 我们的anti-scan song 唱出我们的心头里 所以大家就会 提防自己 不要成为 这个受害者 很好 我帮你share 好 谢谢方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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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